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就是因为没有太多概念反而能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和点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看啊这各国人民在造自己的车的时候都会从一个品牌里或者这一台车里能突显出这个国家人民的一些特色 比如咱们举例子就拿美国车来讲美国人很自由对吧 所以他们造出来的车呢就比较了这种大尾巴大肌肉对吧 特像那种肯塔基的那种乡村里的农民开着 你看日本人造的车呢就是比较的亚洲那种谨慎 这个造出来很有亚洲人的美感 又特别有想法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和西方接轨比较早了 德国人造出来的车做工这方面一丝不高 包括你看现在的奔驰 宝马 奥迪 宝洁 这你能想出来的世界超一流的牌子基本全是德国人在做 真的太厉害了 但是你看他们造出来的车就是很中规中矩 没有太多让你心动的感觉 但是你却发现越是这种没有让你太多心动感觉的车嘛 它反而更加的实用 你开能开很多年 这个才是他们在全世界立足的根本 那你再看这些国产车 不是说咱们国产车不好 但是咱们中国人是什么 咱们中国人比较聪明 咱们中国人会提取友邦的一些好的东西 然后来加以改造 那么今天这个DS呢 它是一个法国车 因为法国车其实我第一个印象根本就不是DS 而是标志 那边还记得有一个电影 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 叫疯狂出租车 疯狂出租车里面一直用的是一个标志 已经拍了六七步了 随着我长大 你可以看到这个DS呢 不管是从内饰还是外观 它都感觉有点滑而不实 你知道吗 这个滑而不实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 就是说 它把设计感想凸显得太多了 这个就特别像法国人 DS在这儿 你可以看到它的大灯 整个车身 包括它的logo 包括它的前中文网 包括它的底大边 它都是一些 非常有造型设计感的东西 它是有理念在里面的 所以说这个比较符合法国人出来的东西 你往这一坐 第一眼可能觉得好看 第二眼可能觉得好看 第三眼你就觉得太一般了 在你长期驾驶 或者长期用这款车的时候 你就觉得 这设计跟什么的似的 反正我不怎么喜欢 但是这大灯 必须得给大家展示 这确实有点 自己的法国人的东西 感觉跟小叶店 感觉跟小叶店 一打开这门 坐在DS里面 我觉得这车可能卖二十多万 但是在同级别里面 真的是最有设计感的 起码是在我看来 最盗的你知道是什么 整个我找了半天 跟哪着车 左右也没有 后来翻在哪 真够稀的 它在一个中控的上面 有一个这个 你着车还处理小钟表 你知道吗 宾利那都是百年龄 好家伙 一百多万大几十万一块 这牌叫什么 BRM 这道你知道吗 研究半天没研究明 反正这表是可以翻转的 所以这就更像法国人了 就是说有点仪式感 这车有几个重点 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这些内饰外观来讲 它所有你能看见的材质 都是有这些 小的零星格在里面的 调节的这个按键 都是有零星格的 你可以看到 就是你目光所及的一些 操纵的这个图案 也全部都是零星格的 其实是和它整体的这么一个 有点像这个钻石车面的 这个东西来相互呼应 但是有点呼应的太过了 就我感觉我自己整个都在一块大钻石里面 你知道 我特别满意的就是它这个中央挡棒 这挡棒设计的有点异的 操作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也比较的符合人体功能学 法国人的华尔布什可能出现在一顿饭上 出现在说话方式上 但是作为车来讲 车是每天和你打交道 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如果它活而不实了 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老百姓来讲 这东西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了 你看中间这几个 它的布局非常的分散 而且非常的繁琐 我操作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它对于一个普通的车来讲 你不好好设计你的左右两边的升降玻璃 你设计在中间 我可以认为你是有设计感在里面 但是你说这么好的一个按键的布局 设成了四个窗 我就不太理解 这完全是浪费空间 完之后把所有东西全放在大屏幕上来操作 而且大屏幕的按键触感是非常的慢 而且非常的麻烦 它没有选择现在市面上的几款比较大众化的操作系统 而是用了一个自己研发的操作系统 那这个操作系统的情况就是什么 如果你原来没有开过DS 你开起来你会觉得非常的麻烦 因为我不明白这东西怎么玩 但是它的配置还是挺高的 这车用量还是比较考究的 这个确实让我比较震惊 还有一点就是我作为喜欢的 它放盘的这个拨片设计 你别看那二十多万的车 这拨片设计的还真是挺有质感 之后这块屏幕其实我觉得它的清极程度还是不错的 绝对是通缉率比还OK的 王总你打开这个有一个DS新感官 这巨道你看有两种模式 这个氛围灯包括你整体的仪表盘 往后你看到的屏幕 它一个可以蓝色 一个可以切换红色 它这个仪表盘也是随之改变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玩的 而且这车其实高级配置还是挺多的 这座椅挺强的 我刚发现这应该是14项亨动调节了 这各种调节我的角度真的还不错 所以说DS这车我今天只能给大家带的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白的体验 在这个级别选择里呢 如果你不是特别特别钟爱DS的话 我相信你会有很多别的选择 这车总体感觉来讲就是 你可能第一眼你会觉得它比较有心意 时间长了你觉得也就那么一回事 今儿又跟汽油爸玩了一天 开着这个DS 总体来说其实这小车还是不错的 但是唯一考虑的可能就是在二十多万左右的价位 更多的考虑的是性价比 你这个DS其实对于咱们韩饭节目的观众来讲 它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今天有没有妞的镜头 有没有好车的镜头 至于这车性价比呢 请您去看专业的照片 哈哈